今天這個甜點就厲害了 不用烤箱 只要三種材料 有手就能做 隔壁小孩會來敲門的那種好吃 我再吃三個就不吃了 嗯 稀砂糖加水不要攪它 中小火煮到琥珀色就馬上關火 我就玩10秒 說好的琥珀色呢 看起來好像不太行 嚐了一下 爹爹 好苦 重來重來 中小火煮到琥珀色就馬上關火 到模具裏 沒有模具打 用飯碗 兩個雞蛋 什麼都不放 先打散 吸砂糖加牛奶煮到糖融化 邊倒進雞蛋邊攪勻 要是有篩網就不想篩 沒有就算了 然後倒進模具 加蓋保鮮膜或者盤子 100度蒸20分鐘 冷藏4小時後脫模 嘿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 不不不 我覺得這個麻麻賴賴的不行 重來 這次單獨做了兩個 分別用蒸和烤來測試 90度加蓋蒸15分鐘 和155度 不加蓋水浴25分鐘 先看看蒸的布丁 表面平滑 看起來還不錯的樣子 再來看看烤完的 表面有裂痕 看著也還行 好燙 冷藏一碗之後脫模 先用刀岩邊滑一圈 然後震震震震震震 蒸布丁出來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 芙如凝脂 好 再來看看烤的 表面有大氣泡 可能是因為沒有加蓋的原因 但是內部其實也還算不錯 我覺得下次加蓋155度 烤25分鐘就好啦 啊 自己做的布丁太好吃了 我是無力兔 我們下次見 拜拜